我觉得川普的说法 大概都是属于一种政治语言 而且他这种说法 说台湾抢了这个工作 纯粹就是对美国的蓝领阶层 来去放话 因为他为他争取 这个共和党里面的 党内的一个初选 任何国家抢取美国人工作机会 我必须要去说 在美国经济这么不景气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噱头 不要说是现在 30年前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各位那时候美国是一个 汽车工业大厂 那个广告 我到现在为止 不会忘记是什么 小孩子说我要离开了 同学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离开 那个广告的画面 非常的阴沉 因为我爸爸失业了 我爸爸在汽车工厂 我们现在的汽车 全部给日本人给抢走了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 这句话在所有的Detroit 在所有的地方 然后那个广告的最后下面 请支持美国的GM 支持美国的Osmobile 所以你看 他就很早就在操作 这样的状况 川普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当初的移民政策 他当初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完全拒织就打到他们的劳动阶层的一个心里面 就是这些 所以我要限制移民 我要限制 你看现在把台湾也给扯进去了 但是我觉得 不管川普有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 他抛出这么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 占据这么大的版面 我们就要看台湾怎么样的阴影 王美花讲了一大堆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国 他的台湾的这个晶圆 是我们台湾在做 可是我们的所延伸出来的IC产业 还有包括的云端 还有包括的AI 美国也是因为做个 这样的一个延伸 他才有办法制造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当然各司其职 可是你要不要为过去 民进党政府为了这个 川普的这个一连串 是多么的拥护 当初川普他要在这个 选跟拜登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 讨论的很久 因为他们那个 这个投票 他们那个网络 他们那个什么信封 要揭开了很久 然后当发现说拜登 微微的领先的时候 民进党每一个的立委 每个像如上考比一样 我告诉你 那个就是好像是天之江 要亡了一样 那个景色 然后你看看现在 川普讲这句话 难道你不会觉得 你应该对出他 做出一些的反击 对于你那么过去 那么样爱 那么样支持的人 而且现在我当然知道 民进党把他的爱 转给这个拜登了 但是呢 转给拜登完之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 展现出一说 用科学用数据 起码对这个 台湾人抢走了 美国人机会 这样的一个很仇恨的 这样的语言 你也稍微说一句公道话 你不讲 那表示什么呢 不管谁出来 只要对台湾 有任何的disgrace 你都完全不敬 你都完全不讲话吗 这对台湾人的眼里面 看出来 那真的是一个 民进党政府 真的是说实在的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川普就爱 不如心欢拜登 不过呢 就爱有可能 现在声势很强 每天都乱骂乱骂 会影响了 全世界其实都会报导的 你刚刚讲那个汽车 对啊 我那时候在 很多年以前 在美国管理学会 参加Semina的时候 有一个讲师进来 不得了啦 今天干嘛 今天日本的汽车的产量 超过美国 对老美来讲晴天霹雳 产量 产的数量 超过美国 老美觉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选举广告 比如柯智恩要选举 我就讲说 这个美国多惨 劳工事业多厉害 多惨 谁赞成的呢 柯智恩 为什么呢 他开一辆日本的车子 没错 就是像这样子 把他的车子摆出来 所以因为他开了一个车子 搞得你们这样子 选举广告 做得这么低级 老美也可以 也干得出来 真的 真的是爱子 来你进 川普这个人 他的人品各方面都很差 但是呢 他非常的厉害的 就是说 他竞选的时候呢 你觉得他开了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像是天方夜谭的空头支票 他每一张都兑现 他只有一个没有兑现 就是他那时候说 要阿富汗这个撤军 他没有办法在他任内完成撤军 但他也签下了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协议 然后在拜登政府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很很惨烈的 这个撤军这个收场 所以说你不要小看 川普现在说的这些事情 他今天呢 讲了说 我要对这个台积电呢 来进行这个关税 要科关税 然后对台湾进行 这个贸易壁垒的调查 他当选之后他就做 而且呢 你看他那个时候呢 所承诺的所有的事情 美墨盖高墙 退出伊核协议 退出这个TPP 要日本韩国多出经费 他哪一项没做到 他每一项都做到 而且还加码 跟大陆 这大陆赚我们的钱 我们给他科关税 所以这个的影响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不能够等钱试之的 而且呢 科我们的这个关税 半导体关税 贸易壁垒调查呢 不打紧 他现在呢 都还没有回答的 就是说人家问他说 如果台海有事 你要不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不是说 我不能够把底牌给 掀给你啊 否则的话 对方就知道怎么做 他底牌早就掀了 他在担任这个 他在竞选的时候呢 就说美国要从中东撤军了 他当选之后呢 在西点军校的演讲 就公开讲 美国不当世界警察呀 美国的军人 是要保卫美国 不是保护其他国家 所以最近这个 TBBS出了一本书 这个艾斯培 就是美国前国防部 部长的回忆录 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们是反对 从中东撤军的 然后呢 艾斯培被换掉之后 新上来的 这个代理部长的 第一件事就是说 该让阿富汗的军人回家了 所以台海有事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出兵呢 不会出兵的 川普这个人呢 我让美国伟大 我不是要让 我不是要帮助你 这个比肩大的 这个国家来去对抗 中国大陆的 这点他不会干的啦 川普还有一个证件 没做到 还有什么 把西拉雷抓起来 他每次证件的时候 最后就讲说 我要把他抓起来 要把他抓起来关 下面其实就疯了 选举 我就想想 陈水扁那个时候 发表证件也是 在新公园 满满的人 我如果当选 要把郝伯春 叮叮叮叮叮 就这样子 其实都是同一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